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与人相处太过心慈手软,往往不是好事 处处替别人着想,照顾着别人,帮助着别人 到最后不一定能换来对方的感激和回报 有些人,你帮他一次,他就能铭记于心 也有些烂人,不管你怎么付出,他照样还是没良心 对你虚情假意,用得着你的时候就联系你 一旦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了,就再也不把你当回事 甚至他们还会在背地里笑你,傻笑你,好哄好骗 等下一次遇到麻烦,又会跑到你跟前,骗取你的同情 然后从你身上搜刮利益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人到晚年,对四人心狠一点 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人词,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为什么吃亏?上当的总是你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看错了人心 把信任给了小人,把付出给了不值得的人 做人不管你多善良,对下面这几种人也要狠一点 记住了,借钱不还的人别再相信了 愿意借钱给你的人是因为信任你 否则你也不会如愿借到钱 如果你借钱不还,那么你就亏待了别人的信任 透支了社会的善良 借钱的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 钱到手了也花完了,还不起就算了 我的同事老九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已买摩托车的名义 但我借了六百块钱,还向另外几个同事借了钱 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单位发了一万块钱年终奖 还有一些其他的奖励资金 我想老九手里有钱了,应该就会谈还钱的事情吧 可是老九没有主动提还钱的事情 我问老九,快过年了 你借了我的钱,应该不会等明年吧 老九一脸不高兴,大家都是同事 我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 要是有钱还给你,还等今天呢 老九的意思是说,我压根就不应该催他还钱 而是应该理解他的难处 上个月,好几个同事都催老九尽快还钱 可是他却是不屑一顾的样子 连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说 作为同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天天都见面 如果 借钱不还,还真的不好意思 可是老九却脸皮很厚 说赖账的话都不会脸红 有的人依靠脸皮后,把还钱的事情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他一直耍赖,还会找一些莫须有的借口 如果他通过耍赖导致别人不再讨债了 他就觉得自己耍赖成功非常开心 连羞耻心都没有了 有钱慢慢还的心态,钱在自己手里 什么时候还钱,自己说了算 有的人并没有想当一辈子老赖 但是他还钱的速度并不快 而是别人催一次,他给一点点 在他的思维模式里 借来的钱就是自己的钱 当初花钱的时候根本就不心疼 但是还钱的时候就很心疼 觉得是自己的钱慢慢转移到别人的 钱包 比方说,有人向你借一千块钱 他分五六次还给你 并且每次还钱都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别人催他尽快还钱 他表面上答应了 但是他还会拖一段时间 拖拖拉拉就是他的习惯 遇到慢慢还钱的人 你就要厚着脸皮讨债 不厌其烦去讨债 如果你脸皮很薄 也许过了若干年 他就忘记了还债这件事 如果他去了另外一座城市谋生 那么你讨债也找不到路了 对人品不好的人心狠一点 人生路上本就活得不易 别总是让人消耗你 俗话说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人生路上 你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在前一末话中 你的言行也会受之影响 善恶都是相对存 再的人到晚年 对人品不好的人心狠一点 学会静而远之 别过度纠缠 与人交往 看穿对方的人品后 避而远之 别总是对人品不好的人心善 因为你可能会被卷入复杂的事态中 亦或者被利用 人老了 经不起反复的折腾 人老了 学会静养自己 与高质量的人相处 对于人品不好的人 学会断舍离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别总让人消耗你 人到晚年 与志同道合的相处 人生路上 会活得更加幸福 五十岁之前 为了事业 为了虔诚 不得不弯腰讨好别人 漫长的岁月里 渐渐养成了 不会拒绝的性格 其实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不 必讨好任何人 学会拒绝是交际中的一种本事 在电视剧女心理师中 小莫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 她不懂得拒绝 所以总是被同事们要求 做她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渐渐地 她心里积攒了许多的怨气与不满 在负能量长期的累积下 她的心里出现了问题 甚至做出了过激的行为 人生一辈子 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活的 人的精力有限 我们不必讨好所有人 学会拒绝才能让别人尊重你 人到五十岁 更应该学会拒绝 因为身体在走下坡路 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和心思 去讨好别人 学会心狠一点 多在乎自己的感受 为自己而活 反而活得更有福气 更坦然对孩子 心狠一些 别溺爱父母 溺爱出来的孩子都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反而成为了一个巨婴 一直长不大 而惹是生非 不懂得付出和生存 也不懂得感恩和珍惜 这样的孩子只会压榨父母 压榨家人 从而形成好吃懒做的人 父母真正想要为孩子好 那就要学会狠心一些 不要溺爱孩子 不要事事都帮助孩子 满足孩子的要求 要学会让他们独立 这样才能有生存的能力 爱的黎米中的关永年 就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 他中年得子 而且家里三代单传 于是就把儿子当宝贝宠上天了 对于儿子的要求 什么事情都无条件去满足 然后总是为儿子收拾烂摊子 渐渐地让儿子养成了坏习惯 犯来张口 一来伸手好吃懒做 不上进 吃不了苦 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连妻子都跟他离婚了 所以关永年听完之后醒悟了 决定很下心来 整治一下自己的儿子了 于是要求儿子要出去工作 每个人还要给自己交生活费 不然就没有饭吃 于丹曾说过 父母真正成功的爱 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 这种分离越早 你就越成功 网上还有一段很形象的说法 八岁时孩子不能自已整理书包 十八岁时不能够独立处理问题 二十八岁时给他钱买名牌鞋 就难保他不会在四十八岁依旧啃老 子不教父之过 有时候孩子成为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父母的溺爱造成 同的父母对孩子的好 一定要拎得清 不能犯糊涂 否则孩子的一辈子 也毁在了自己的手上 作为父母 对孩子的教育上 一定好狠心下来 不要什么都为孩子操心 学会让自己独立起来 他们的生活才能得到幸福 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得到放松 知恩不报的人别再付出了 人与人相处都是真心换真心 但也有一种人 因为骨子里自私小气 所以和朋友相处 永远都是只想占便宜 舍不得付出 你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他只会让你请客 不管你替他买了多少钱的单 他永远不会回请你 他结婚生子或是家里有事的时候 你随了理 可一轮到你有事 他回回都是装傻充愣 好像完全不懂理尚往来着 不回事 和这样的人相处 你给他再多 他都不会不好意思 可当你跟他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或是向他借用某样物品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答应 他的吝啬一辈子都无法改变 他不是不清楚你对他的付出 而是他根本做不到花钱回馈别人 你帮了他一次 他觉得不够 就来找你帮忙 第二次 第三次让你愈发不耐烦 到最后吃亏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本来帮了一次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些人还会来纠缠我们呢 因为我们太好说话了 让他们产生了好欺负的感觉 太好说话的人 说的好听点叫做善良 而说的难听点叫做天真 总认为自己的好 能够换来别人的感恩戴德 殊不知 人性当中存 在这贪婪的天性 你越好说话 别人越是纠缠你不放 就跟吸血虫找到了好的宿主一般 能够一直吸血了 人过六十 再怎么好说话 也该对这些得寸进尺的吸血虫狠心了 你不狠心 别人就会对你狠心 有些时候 人变得薄情冷漠 不是因为性格问题 而是江湖险恶 让人不得不如此 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久了 你会由衷地替自己感到不值 执恩不报者 根本就不配得到别人的好 与其在这样的人身上浪费钱财 还不如把钱花在自己家人身上 可叹岁月流逝 可悲容颜不在 女人这一生 总是把心都放在了丈夫和孩子身上 却往往忽略了自己也需要被关注 有个词说 美人耻目 对女人而言 最好的美不是浓妆艳抹 而是不需修饰 不需造作 洗尽千华后 依旧美得有底气 人抗衡不过时间 哪怕是迟暮 也总难逃过衰老的结果 但只要心态足够好 你的人生就会一如从前 不会因年龄变化 而有任何改变 保持年轻别无他法 只有新年轻 生活的每一份艰难里 都会藏着一份生机 一份失忆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 是越活越年轻的女人都有这几个好习惯 有的女人到了35至40岁的光景 自然携带着一种沧桑感 比如两鬓花白 眼角失去了灵秀 嘴角不再上扬 皮肤越来越松弛 就连步态都有了蹒跚 然而 有的女人则依然鲜活和朝气 不仅没有老态 还有些让年轻人认怂的迹象 比如韵味十足 内涵丰厚 言语之间尽显底气和魅力等等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 其实就在于一份心态 并非生活品质如何 或许有人会说 有钱的话 大概每个女人都能貌美如花 有时间的话 大概每个女人都会灵动可爱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有的女人不是没钱 没时间 而是太懒 懒得收拾自己的情绪 懒得整理自己的人生 懒得塑造自己的形象 懒得去周全自己的生命维度 一不小心 就归位在糟糕的境况上 越活越年轻的女人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几乎不生气 愿意保持心态的平和与包容 特别善良 以得抱怨 乐意想得开 容得下 但不会计较 远离不喜欢自己的人 尽量不跟往事掰扯和较劲 年轻是一种实力 也是一种能力 见证着女人对生活的热情和积极 有些女人越活越年轻 都是有原因的 爱笑的女人 据说人在皱眉时 需要牵动42条面部肌肉 而微笑时则只需要17条 可见笑比皱眉更容易 那么 爱笑的女人到底有多好 古人用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赞叹爱笑女人的风情 今人以爱笑的女人 运气不会太差 定义爱笑女人的福气 脸是人的第二张名片 这方寸之间 如果总是开眉笑颜 喜笑颜开 雨笑奄然 那么旁人自然如暮春风 如玉暖阳 而她本人肯定也是一个没心没肺 大大咧咧 不计较得失 不纠缠烦恼的女人 而这种女人自然是明媚灿烂 宛如天使的年轻女人 反观那些不爱笑的女人 一定是脾气差 性子急 心火大的女人 一点点失落就愁眉苦脸 一点点不如己意就大发雷霆 让身边的人心惊胆战不说 还让自己言语粗鄙 形象可不 面容苍老 汪国珍在诗中写道 假如你不够快乐 也不要把眉头伸锁 人生本来短暂 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无独有偶 著名作家赵普初先生 在宽心窑里写道 日出东海落西山 愁也一天 喜也一天 欲是不钻牛角尖 人也舒坦 心也舒坦 心宽路就宽 心大世界就大 要相信这一分钟的难事 到了下一刻就能得到解答 今天的汉事 到了明天也许是欢喜事 这一年的烂事 等日历翻了篇 就是往事 所以多笑一笑吧 心若向阳 人当无畏悲伤 不必事事敏感 苦苦思索 处处计较 以致脸上愁云 惨淡凛冽 萧瑟既培植了苦痛 又逼走了能量 多笑一笑 让自己的好心态 却击败缺失感 然后走得步步生风 多笑一笑 用自己的好心情 来提升幸福感 然后美得岁月无恙 自信 内心强大 老话说得好 自信是英雄的本质 一个女人如果学会了自信 她可以成为她生命中的英雄 女人从不化妆 有些是因为她们 更喜欢不化妆的自己 喜欢素颜的女人 骨子里是自信的 内心是强大的 她们觉得不需要特别装饰 在交往中 即使不化妆 她也有自己的自信 活得有气质 她们宁愿少花点时间化妆 多看十分钟书 喜欢素颜的女人 善于活出简单的真实和自我 有句古诗说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美不在于浓妆艳抹 而在于轻盈飘逸 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女人 会自信地展示自己的一切 包括优点和缺点 她不会隐瞒 她相信自己在自然状态下 最美其实也是真的 自信的女人会是最美的女人 每个女人都有不同的肤色和气质 一个从不化妆的女人 也会有不同的美 不化妆的人虽然不善交际 但更懂自己 更爱自己 生活也会照常充实 不喜欢化妆的人 虽然觉得化妆很麻烦 但是有自己的爱好 愿意认真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不喜欢化妆的女人 她们会有一颗强大的心 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 反而会先修炼自己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管你喜不喜欢化妆 过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没必要因为别人而尴尬 也没必要因为别人 而改变自己的外貌 自信的样子 才是最美的样子 所以坚持自己 做好自己 你就是人生路上最美最独特的一朵阳光花 坚持运动女人30岁以后 每天坚持运动一小时 真的可以延缓衰老吗 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女性 的确会比同龄人看起来显年轻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中 锻炼的不仅仅是肌肉和韧带 很多运动项目都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身上多余的脂肪 加速血液流动的速度 改善女性气血不足的现象 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运行良好 就能使我们四肢暖和 脸色红润 每天坚持锻炼一个小时 食业足以加快人体的代谢速度 不仅会让我们脸上的色斑越变越少 还不容易造成脂肪囤积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几点之外 有运动习惯的女性 长到蠕动速度要比一般人快 所以也不容易出现便秘 长痘痘的情况 皮肤光洁了之后 自然看上去显年轻 所以只要每天坚持运动一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减缓衰老的速度 32岁的李慧珠 是一个认真工作的女强人 每天工作结束后 不管多晚 李慧珠都抽出时间 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也是为了保持好的身材 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除了工作 健身是她的第二个爱好 李慧珠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非常懂得保养和提升自己 比起她用的护肤品 她还是觉得坚持健 深才能真正地让她变得年轻 也变得更有魅力了 女性不应该只关注脸部的护肤 身材管理也是形象的代表之一 特别是年龄稍大的女性 要比年轻少女时代付出更多时间和努力来保养自己 李慧珠深知运动的重要性 加上她已经超过30岁了 所以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坚持健身 让自己保持年轻的状态 李慧珠每天坚持健身 不仅收获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还塑造了一个更迷人的身材曲线 很多女性一到30岁以后 都不太注重自己的形象 把自己慢慢地从少女的状态 变成了阿姨的状态 但32岁的李慧珠不但没有变成阿姨 她的样貌和身材 跟年轻的少女差不多 甚至越来越年轻了 不要总抱怨没有时间 真正 爱美且想要完善自我的人 她们始终能挤出时间来管理自己 只有自己付出行动来改变 却也只有自己才能成就自己的魅力 越活越年轻的女人懂得爱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爱自己的女人才值得被爱 一个女人能够被人欣赏 受人尊重 得到别人的爱 才能越来越年轻地生活 说到底 年轻就是活得自在 活得快乐 有句话说 讨好别人不如愉悦自己 当女人真正懂得爱自己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该有什么样的活法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 罗子军一直是一个家庭主妇 虽然他享受着丈夫带给他的荣华 但是他的内心却越活越迟钝 后来 罗子军选择了一个人生活 他开始融入 各会寻找工作 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爱着自己的罗子军 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乐趣 原来物质的富足 并没有办法满足一个女人的心 只有真正爱自己 给自己更多精神上的提升 才能看出年轻的心态 所以说 女人要多爱自己 将自己的心塑造越来越年轻 将生活过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模样 这样的女人 才能够越活越自在 越活越年轻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民以食为天 吃饭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身体而言 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可供我们选择的美食 也越来越多 但是生活当中 却有很多疾病 都跟饮食有关 正所谓病从口入 很多疾病的确是吃出来的 而且很多疾病 是吃饱了撑出来的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 是饭量大小和寿命的关系 震惊所有中老年人 以前能解决温饱问题就不错了 那时候似乎没有像现在这样 出现那么多的慢性病 但如今物质条件好了 吃的东西变多了 人体出现的问题 却越来越多了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 跟吃太多有关 但对于不少朋友来说 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就算饭后打嗝 吃到肚子胀得慌 觉得消化一会就好了 影响不大 吃得开心就好 都说能吃是福 看着一个人胃口好 总觉得是他的福气 有的人即使吃饱了 也还能再吃几口 还有的人因为怕浪费 总会把剩下的一点饭菜 硬吃下去 这样的后果 就是经常会吃得太饱 经常吃太饱 可不是什么好事 殊不知很多疾病 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 吃过多会诱发什么疾病 一 糖尿病许多疾病 其实跟吃一定是相挂钩的 就比如说糖尿病 它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有十分 大的影响 甚至会诱发许多并发症 长时间如果吃太饱 又摄入过多的糖分 那么就会使自身的血糖不断地升高 想要控制好血糖 糖尿病的关键 就是要控制饮食 不要吃太饱 防治糖尿病的 二 慢性胃炎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患有慢性胃炎 这种疾病的发病几率 也是较高的 很多行为的出现 都会导致鼻炎的出现 如果吃得太饱 那么就会导致胃部受到严重影响 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导致消化不良 使胃部受伤 那么就产生更多的炎症 导致胃炎的出现 三 关心病吃太饱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 真的是危害极大 因为摄入量过多 会容易诱发肥胖 这就加重自身体内的脂肪含量 容易对观众懂 爱产生狭窄 堵塞的问题 而酒之就产生关心病 所以它跟吃直接是相关勾的 四 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可能吃太多 也会带来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食物当中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 就无疑加重自身血液的胆固醇含量 甘油三指水平 久而久之 就会影响血液的正常运转和循环 引起肥胖 增加自身的高脂血症问题 五 心梗饱餐后 尤其是进食大量油腻高热量食物后 人体血脂水平突然升高 致使血液粘稠度增加 一方面会导致血液流速缓慢 外周血管阻力增加 心脏负荷增大 另一方面会导致血小板聚集性增高 在冠状动脉狭窄的基础上 形成血栓 堵塞管腔 引起急性心肌 耿死饱餐后 为了消化吸收食物 血液会重新分流 更多的流向胃肠道 使心脏关脉供血相对减少 在有关脉狭窄的基础上 一旦供血减少 就会出现心肌供血不足 导致心肌缺血坏死 引发心肌耿死 其实 根据很多国家的研究 在人类的长寿因素中 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就是适当饿肚子 二是一种养生法 不仅能治百病 还能助长寿 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人感到恶意后 只要一个小时后不进食 之后 身体就会出现一种叫 长寿基因的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 对身体益处颇多 在后续的跟踪中 适当饿肚子的那组 人比餐餐饱食的人 平均寿命和 健康指数都要高出很多 其实在人类的长寿因素中 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就是适当饿肚子 呃 是一种养生法 不仅能治百病 还能助长寿 适当饥饿 的确可以使人长寿 有以下几点好处 好处一 轻度饥饿 可以促进人体激素分泌 身体的生长发育 是离不开激素的 包括一些日常的生理代谢 也需要激素的参与 生长激素 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根据研究发现 轻度饥饿 可以一定程度上层下 生长激素的分泌 对于老人来说 生长激素分泌效率提高 就意味着自身细胞的更新速率 和骨骼肌肉生长速度 都会一定程度的加快 自然身体也会变得更健康 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 到严寿的目的 好处二 适当饥饿可以减少胃肠道压力 根据临床医学统计 我国为癌症第一大国 而胃癌又是发病率 名列前茅的癌症之一 我们都知道 癌症是终结老人寿命的最大杀手 如果能够保持适当的饥饿 可以一定程度上 减少胃肠道的负担和压力 胃肠道运转健康 患病的几率也能够减少 肿瘤和癌症的形成概率降低 的确也是长寿的一种方式 好处三 有利于推迟三高类疾病的病气 根据分子细胞杂志文现成 身体里有一种酶是延缓人体老化 减少患病概率的重要因素 而减少卡路里和能量的摄入 可以有效地保持这类酶的活性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患病率会 慢慢地增加 如果真的能通过适当饥饿 来提高酶的活性 例如三高类非常常见的老年病 都可以往后延迟病期 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由此可见 适当的饥饿 的确可以通过减少患病率 等方式来达到一定程度上 延缓寿命的目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适当的饥饿 并不是每天都要饥饿 对于老人来说 适当饥饿重要 饮食摄入同样重要 如果过度饥饿 就会导致身体里的能量 来不及供应到身体的各个机能中 器官就会因此而违靡 自然也会增加各类疾病的发病概率 这反而适合长寿的思想 背道而驰 那么 如何做到吃饭七分饱 很多人都知道 每顿饭吃到七八分饱 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又不知道 怎样才能确保到七八分饱 其实控制食量也是有方法的 若持续吃太饱 无法正常消化 可能会影响胃部功能 进而消化系统健康失去保障 因此 要知道怎样的饮食方法或习惯 能让身体维持健康状态 一 少吃点主食主食是热量大货 是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如果想吃七分饱 就势必要少吃一些主食 尤其是一些精细的粮食 千万不要吃太多 不然很容易吃撑 在减少量的同时 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粗粮 粗粮有非常好的饱腹感 而且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肠胃健康有好处 二 了解食量 想要知道积分饱 就要知道自己的满分饱在哪里 知道自己的食量 知道自己最多能吃多少东西 正常情况下饱 饱食并不是吃撑 并不是吃到不能吃为止 是自我感觉积饱适中就可以 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代谢 计算出自己一天中 所摄入的食物的总热量 根据这些热量 划分一日三餐是比较科学的 三 放慢吃饭速度 有些人一开始吃饭 就狼吞虎咽地吃饭 吃得非常快 这特别容易造成暴饮暴食 咀嚼次数一定得多 如果咀嚼次数特别少 大脑就不会很快地 接触到饱腹信号 就不知不觉地吃撑了 细嚼慢咽能够控制饭量 最重要的是对健康有好处 对肠胃 食道等都有好处 四 吃饭时专心致志 在吃饭的过程中 专心一点是控制好食量的方式 有部分人吃饭还喜欢玩手机 看电视 无形中分散注意力 可能就忘记自己具体吃了多少东西 容易吃撑 获取过多的热量 若可以在吃饭过程中专心致志 不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才能更好控制饮食来保养身体 五 不要勉强光盘 不要勉强光盘 行动很重要 虽然节约粮食是美德 但经常吃太饱 让身体受到损伤 可就得不偿失 最好根据自己的食物 摄入量 以及营养需求 控制好食材的购买量 不会做太多而浪费 当然 如果已经感觉到胃部有保障感 则不要继续光盘行动 否则容易吃太多 六 调整进餐顺序 吃饭的时候 可以先吃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再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这样是比较容易控制食量的 这样会在情绪上获得满 足 如果一开始吃不好吃的东西 后来才吃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会吃得特别多 可以先吃蔬菜 肉类 最后再吃主食 这样控制主食的摄入会比较容易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存在 人与人相处是一门大学问 人生有耻要有度 感情如面别月记 无论何时 无论面对何人 你都要有这样的觉悟 那就是你们关系再好 也要保持距离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晚年 小心这两个人 人们常说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之天命 人过五十岁后 走过了半生 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能够看清了人情事故 也能够明白了自己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所以要知道 身边有些人是否能够深交 还是需要去远离 理清了这些关系 下半场人生才能活得越来越好 人生再善良 也是要有所保留 给自己的心中建立一道防线 遇到这两种人 别再心软了 再善良 也不要管 人过五时 莫管小人 人生有限 不要让小人把自己耽误了 人生很累 把更多精力 用来享受生活 在电影《赌侠》中 有一个场面 刘德华扮演的赌侠陈小刀 受不了周星驰扮演的周阿兴 吴梦达扮演的三叔的两人骚扰时 向华强扮演的龙武出面 直接拿枪对着两人说 赶走一个人 就用最简单的办法 然后周阿兴和三叔撒腿就跑了 这个场面 令人想起一个观点 做人要远离小人 不要被他们浪费太多 时间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 要学会和各种人处好关系 但也有一种人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 在一个圈子里 曾经有一个朋友说 他就喜欢和那种 喜欢勾心斗角的人交往 他喜欢在那种勾心斗角中 把对方打败 那样他内心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而我说 我不会和这样的人多交往 遇到这样的人 我大不了就离开 有些人生来好斗 但是斗的结果是什么呢 很多人的争斗 最后都是两败俱伤的 那我们斗的初衷是什么 无非就是有一个胜出 而胜出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而不是满身的伤痕 在我们的身边 小人是处处可见的 而小人最喜欢的 就是和人勾心斗角 欺骗他人 攀附上级 遇到这样的人 永远只有自己吃亏的 因为当你和他去勾心斗角的时候 你的付出就是你的损失 因为你并不想从他那得到什么收获 人生非常有限 把有限的时光 用来享受自己的幸福 把有限的精力 用到做自己有价值的事情 不要让那些小人 把自己的事情耽误了 所以 远离小人 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也是自己做好事情 不受影响的最好办法 人生很累 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自己的重要事情上 把更多的心情 用来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 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也是一个人生命价值 和生命意义的一种体现 人过五十 莫管忘恩负义的人 人生下半场 不要多管 很闲适 特别对是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不要担心他们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他们忘恩负义之后 就应该付出代价 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惩戒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怜悯那些装可怜时 就自残自贱 咄咄逼人的人 他不拿自己当人当回事 翻起脸来 也不会拿其他人当人当回事 好人是一个人的追求境界 但是这是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下 才能产生的作用效果 人性有一种肮脏的龌龊 叫做有时候会用一些所谓的甜言蜜语 来给当时自己的自私盖上一顶糖衣片 就像很多时候 别人对你的私事发表一个看法 过后他会有违背当初的看法的说法 前后矛盾 却自以为得计 我们一直在努力 能够让自己可以选择 脱离这种低眉的人 圈 在那个与之相适应的圈子里 安安心心做那个好人就好 向人掏心掏肺 真情流露时 有可能换来稳准狠的刀子 防火防盗 更得防成人之威 承虚而入 忘恩负义的肖小之徒 有些人对别人掏心掏肺 解决却遭遇了背叛 而背叛别人的人 当他遭遇了另外一些人的背叛的时候 自己反过来去求之前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 有些人早已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不屑于他 善良总是会有底线的 那些总是想要触及自己底线的人 难怪会遭遇危险 所以 面对那些不懂感恩 忘恩负义的人 别再管太多了 人过五十 已步入了知天命之年 管不了的事尽量不管 不该管的闲事不管 不该管的小人不 管 极度心强的人不管 安安心心地过自己的生活 才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人生一世 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波折 会经各种侃侃可刻 有人帮助我们 我们也会帮助别人 但是被帮助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感激你 有些人在你帮助过他之后 等事情解决好了 他不仅不知道感激 反而会翻脸不认人 将你的帮助忘记得一干二净 忘恩负义的人的行为 是最令人讨厌的 也是最令人寒心的 人可以不认字 但不可以不识人 不懂感恩的人 把你的付出当成应该 把你的善良放在脚底践踏 比狼还可怕 俗话说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一个有不良嗜好的人 是很难改掉自己的坏毛病的 也许一辈子都在为不义之财 套取别人的利益 爱财从来不走正道 苟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话操理不操 家里有一堂哥 很是喜欢赌博 经常跟媳妇闹矛盾 直到有一天 媳妇突然脑出血去世 留下两个不过十岁的儿子 把丧妻之痛 把抚养孩子的责任 把亲人的期望都完完全全地抛在了脑后 所以别相信一个品行很坏的人可以狠 善良 可以记住别人的好 帮助这种人就是在给自己挖陷阱 只会让你的期望和付出 付诸东流 剩下的只有失望和痛心 人到中年 和人情世故保持距离 人至中年 在社会中摸爬打滚了几十年 见过太多的勾心斗角和人情世故 这个过程让我们看清这个现实 也因此在某一些人或是上学会了成长 也许我们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也可能正做着自己最讨厌的工作 可是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只能努力充实自己的生活 人至中年 在生活不断地打磨中反扑归真 也在人情世故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初心 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便是如此 慢慢地 我们会看清生命中的一些真相 看明白每一个 问题 看淡人情世故 明白生活中 没有比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更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成熟就是在细碎时光里 细嚼慢咽 很多的耐人寻味 我们开始思考人情世故 尝试着重新接受一些事物 学着不要矫情 也看清自己无法被所有人理解这个事实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试图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到舒适 但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的内心已经拨开了云雾 明白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因此 选择让自己一个人过得舒适 这才是我们人生这趟列车的真正意义 人越长大 就越能看清很多现实问题 因为会懂得更多人情世故 失去了年轻时的激情 剩下的只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也许你会不禁好奇 一个人在明白许多道理之后 后还会对生活充满向往吗 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知道 步入中年的我变得更加现实 不再像从前那般自由自在 没心没肺地活着 做人做事都会先琢磨三分 若是与别人发生了不愉快 事后也只是安慰自己 不过是人情世故而已 看清就好 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一些事情之后 才能真正体会到人走茶凉的苦楚 也能愈发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自我价值 一个人到了晚年 就没有什么值得你去浪费和消耗时光了 你要做的就是过好接下来的日子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尽量开心快乐 余生才会越来越好 若是什么都放不下 想不开 自然整个人也会变得抑郁 人到了身体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这是不可 隐秘的我们要做的就是 尽量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生活 有时候人生活的就是一个心态 你心态越好 那么人生就越快乐 一个人长期活在痛苦负能量当中 是没法好好生活的 爱情仅是感情的事 婚姻却是感情 理智 意志三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 因此幸福的婚姻 必定比幸福的爱情稀少得多 理想的夫妇关系是情人 朋友 伴侣 三者合一的关系 兼有情人的热烈 朋友的宽容 和伴侣的体贴 三者缺宜 便有点美中不足 然而 既然世上许多婚姻 竟是三者全无 你若能拥有三者之一 也就应当知足了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 是人到晚年 不能床上无幸 床上无小事 小小的床 就能反映两个人 最真实的感情状况 我们在床上表现如何 就表示我们生活过得如何 有读者给我发来一封私信 倾诉自己感情生活中的 种种不顺心的事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么一句话 我跟老公现在什么都有了 上有老 下有小 有房贷 有压力 就是没有了性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爱 一句话 戳中了多少中年夫妻的伤心事 激情和浪漫 其实是婚姻里不可缺少的东西 即便是老夫老妻 也最好不要床上无幸 床下随便 床上无幸的绝望 有人曾跟我讨论过 说大多数平常夫妻 白天都忙得要死 又要带孩子 又要上班 等躺到床上的那一刻 已经迫不及待需要休息了 哪里还会顾得上这些呢 这话非常在理 但是我们把时间都分给了工作 孩子 以后有多少时间会留给我们的伴侣呢 难道中年夫妻就不要另一半的照顾了吗 这不离让我想起我们都要好好的这部剧 寻找作为全职太太 温柔贤惠 在家把儿子带得很好 而她的丈夫一身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努力在外面打拼 以求给他们带来最好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 实际上却暗流涌动 两个人长期缺乏沟通 几乎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直到在垃圾桶里发现提高性需求方面的药物 寻找发现她其实早已对自己的身体没了兴趣 在绝望之际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床上五小事 小小的床就能反映两个人最真实的感情状况 二 性生活就是彼此最好的年和季 睡觉的姿势就是爱的姿势 两个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感情 通过一个眼神 一个姿势 一句话等诸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 邻居陈家的一对老夫妇相伴四十余仔 现在还经常手牵手出门散步 有次向他们讨教保持恩爱的秘诀 这对夫妇相视一笑 说了一句都在床上吗 睡前抽出尽可能多的时间 两个人依偎在一起谈心 中年时候 性生活规律 绝不懈怠 两个人整日相拥而眠 确实大大提升了婚姻的质量 正如《欲望都市》里的那句话 我们在床上表现如何 就表示我们生活过得如何 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 懂得直面彼此的情欲 用心去接纳对方的 身体多一些亲密接触 这样方能增加生活的甜度 更好地爱着彼此 所谓婚姻不过经营 所谓长久不过其心 我们印象中的老年人 是什么样的 是和蔼可亲的 是严肃与庄重的 这种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 让很多人觉得老年人晚年 在拥有性生活就是为老不尊 破坏了老年人在大众眼中的神圣感 因此很多人觉得老年人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与需求 来自社会层面的压力与主管层面的束缚 让很多老年人不敢拥有性生活 害怕破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也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批判 于是在不停地压抑自己的需求与天性 然而 老年人就真的不应该拥有性生活吗 其实并不是实验证明 性生活有助于老年人的长寿 老年人有性需求是合理的吗 古人云 实色性也 性与实物一样 使人必须遵从天性与本能 实物的存在让人得以存活 而人的需求又不仅仅只有进食需求 人还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要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会爱 明白爱 因为爱可以使人更加完整 使人能够拥有高于世间万物的资本 如何获得爱 获得这种精神需求的满足 势必要借用具体存在的现实事物 可以触碰 可以看见的性就成了一个重要媒介 爱使人不再孤独 性使人感受到爱的存在 不管是老人 小孩 还是成年人 没有喜欢孤零零的存在于世间 每个人都需要付出爱 需要被爱 只有这样 人才不会孤单 性不仅是一种生理需求的满足 更是一种爱的表达 人的天性是惧怕孤独的 人的天性也是追求快乐的 性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上与生理上的双重愉悦 性也会让人感受到爱 因此 性也成为了一种天性与本能 老年人存在这种需求 也是极其合理的 反驳这种需求合理性的人 其实就在斥责人为什么会存在情感需求 也是在否认爱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 这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老年人 前文谈到的对性的道德绑架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在表达老年人存在性需求 就是有备常理的 不合乎情理的 那么很多老年人也会默契地对这种错误观念予以配合 一方面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传 传统文化的影响 让很多老年人的思维已经固化 并且还成为这种错误观念的忠实追捧者 他们在自己所创造的牢笼中止步不前 另一方面就涉及到了群体效应的影响 群体效应是指个体所在的群体 对它的束缚与制约作用 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复杂的社会认同感 让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放弃自己的初心 为了获得群体成员的认可与尊重 而放弃自己的观念 去认同群体中其他社会成员一致认可的观念 从而来体现自己对群体的尊重 以及对身份的认同 很多老年人其实并没有过分固执 他们也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种需求的存在 在如今的文化中仿佛是异于常人的 而人天生具有的排异心理 让很多人不敢发生背信的钱 能知火燃烧的爱情 在秋风瑟瑟的晚年 又会因时隐时现的回忆 而放射出余晖 这时的爱情是一种精神和美感的珍贵物品 是精神和情感文明的表征 是生命的一流 这是一位社会学家所著 很多老年人认为 性爱是年轻人的事 老年人大多羞于其耻 虽然老年夫妻对性生活的欲望 已不如年轻时代那么旺盛 但还是存在的 早在两千多年前 孔子在《礼记》里就说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这说明性生活和吃饭一样 都是维持人类生存最基础的事情 虽然老年人消化系统弱于年轻人 饮食不宜过多 过油腻等 但不等于不食人间烟火 性生活能满足心生需求 传统观念认为 追求爱情 享受性生活 只是年轻人的专利 但老年人如果有性需求 就会被认为是老不正经 老流氓等 实际上 这是对于老年人性生活的偏见 甚至是歧视 从生理角度来看 老年人仍有性欲望 国外资料表明 七十岁的人群中 百分之七十男性 百分之四十女性 有性生活要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老年人也需要性爱 所以 老年人有性生活 是老年人的基本人权 需要得到理解 如果因为社会因素 传统观念和家庭因素等 过度压抑老年人的性生活 就会大大增加老年人的心理压力 扭曲老年人的人格 严重者 严重者甚至影响家庭 或者诱发精神疾患 如 如果我们引导老年人不要压抑性欲 过健康的性生活 会使老年人心里满足 精神愉悦 性生活能够给老年人带来生育 享乐和健康等诸多益处 提高生活幸福指数 因此老年人不要轻易放弃性生活 有幸福才能更幸福 和谐的性生活会大大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起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国外资料表明 有规律性生活的男性比没有性生活的男性寿命 延长15年至20年 性生活不和谐的女性寿命 则会缩短6年 首先 性生活能促进身体健康 性生活时需要调动脊柱 骨盆和四肢等运动系统 同时 性生活时 心跳和呼吸加快 说 明 也要动员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 因此 性生活是一项全身性运动 有人估算 一次性生活相当于爬四五层楼梯或者白米跑的运动量 性生活时还会伴有体内相关激素的分泌 有利于双方的身体健康 对于老年女性来说 性生活能促进卵巢功能 分泌更多的磁激素 起到养颜美容作用 堪称天然护肤品 其次 性生活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 不少人步入老年后 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伤感 甚至不少老年人有抑郁的倾向 而性生活会让人快乐 在生活中 许多老年人感到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定期过性生活 可以缓解焦虑甚至抑郁 性生活可以提高催产素的水平 减轻焦虑和压力